女人年轻时基本上都会谈一两次恋爱,若是对爱情很盲目,很可能会在男人的要求下过早的同居。 由于女人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也不懂得识别男人,遇到渣男的概率非常高。 很多女人曾经在恋爱中弄得伤痕累累,无非就是把爱情看得太天真,没有坚守原则,轻易相信的男人的甜言蜜语。 因此,他们一旦被男人辜负和伤害了,往后会特别痛苦,很久都不能从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 即便他们后来重新找了结相,但曾经伤过他们的男人,很难忘掉,可能会一直留存在心底,成为最疼痛的记忆。 说到底,同居过后,女人真正忘不掉的,大多是以下两种男人。 一,第一段恋爱中,让他出肠禁果的渣男,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对于自己的第一段恋爱,往往记忆深刻,很难忘怀。 他们在初次恋爱中,投入了太多的真情,全身心付出,一心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也因此,当他们遇到了渣男,很容易听信他的花言巧语,从而在对方的要求下,开始同居。 可是,当他们全心全意和男人在一起,以为会走入婚姻里,却发现男人对感情并不真诚,用情不专。 尤其是看到男人一边和他恋爱,一边和别的女生打情骂俏时,会特别痛苦。 这时,女人付出了一切,包括身体,却被不负责任的渣男辜负以后,必定会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 可见,女人对于第一段恋爱中,让他出肠禁果的渣男,会特别痛恨,但也很难忘记,或许会成为一生疼痛的记忆。 正如朋友邓小姐,他大二时认识了一个男生,难得见他长得漂亮,主动追求他。 他对这个男生也有些好感,觉得他高高大大的,特别阳光帅气,就接受了他,成为了男女朋友。 两个人恋爱时,男朋友对他特别好,经常给他送礼物,发红包,什么事都医着他,让他内心特别甜蜜。 于是,恋爱两个月后,当男朋友提出同居时,他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毕竟,爱到深处,双方都有了亲密接触的欲望与本能。 可是,同居不到半年,正当邓小姐憧憬着两个人能从爱情走入婚姻的殿堂时, 却发现男朋友居然和别的女孩子交往,一时非常生气。 为此,邓小姐和男朋友大吵了一架,男朋友竟然无情地对他说, 我现在不爱你了,你没别的女生温柔。 这时,邓小姐才发现男朋友是感情自私,不负责任的渣男,最终只好忍痛分手。 后来,邓小姐毕业了,直到参加工作后,才重新交了男朋友, 但他每当想起当初的恋爱,都会很痛苦,对于那个最初得到他的渣男,痛恨不已。 可见,女人同居后,心里久久不能忘掉的男人,是最初恋爱时,让他出肠禁果的渣男, 伤得越深,越抹不去伤痛的痕迹。 二,婚外的情人,是女人感情里的劫难。 女人经历了一两次恋爱以后,相对会变得成熟,不会轻易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了。 不过,她们往后在婚姻里,还将面临一次情感劫难,那让就是婚外的情人。 一方面,女人结婚以后,一旦过得很委屈,没有得到丈夫的疼惜, 日子过得毫无地位和尊严,就会心寒失望。 另一方面,当她们在平淡琐碎的婚姻里,没有了丈夫的关心和陪伴, 很容易造成情感上的缺失,一旦遇到了婚外的坏男人,就容易上当受骗。 也因此,很多女人越来越厌倦痛苦的婚姻,觉得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时, 都会把目光放在婚外,渴望得到别人的安慰和关爱。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婚外的男人别有用心,想方设法来撩拨他们, 就会让他们被迫走入婚外情。 即便婚外情结束以后,女人也很难走出来,依然会对情人念念不忘, 不管是出于爱还是恨,都会对情人刻骨铭心。 同事胡女士结婚13年后,对老公特别失望,这些年来,老公一直在外地打工, 既没赚到多少钱,也没给过她关心和陪伴,让她内心特别寂寞和空虚。 在婚姻里,胡女士除了承担全部家务,还要照顾孩子,同时要出去工作,过得非常辛苦。 可是,老公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她,甚至她开口找老公要家用, 还会被她数落不节省,甚至指责她败家。 就这样,胡女士彻底心寒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男同事经常关心她, 还主动帮助她,很快就让她心动了。 每当遇到困难时,胡女士找到男同事,她都会积极为她排忧解难, 两个人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最终,交往不到半年,双方就发生了亲密的关系,走入了婚外情。 胡女士和男同事的关系一直维持了两年, 每当和男同事在一起,她都觉得很开心,觉得很幸福。 以至于,当情人关系结束后,胡女士依然忘不掉她, 即便男同事很绝情地离开了,她还是很难从婚外的爱情里走出来。 可见,婚外情,对于女人来说,相当于感情里的劫难, 但凡婚姻不幸,都会让女人失去防备,被婚外的情人聊到手。 她们忘不了情人,即使后来被辜负了,依然会想念情人, 陷入感情的陷阱里,无法自拔了。 总结来说,女人同居过后,真正忘不掉的, 大多是这两种男人,第一段恋爱中, 让她出场禁果的渣男,婚外的情人, 是女人感情里的劫难。 其实,女人在每一段感情里,都会付出真情, 她们接纳一个男人,必定是心动了,为爱情而奉献自己。 只可惜,男人大多没有真心,跟女人在一起, 不过是玩玩而已,导致女人经常被辜负和伤害。 这就提醒女人,不管多么爱一个男人,都不要轻易付出, 若是看不到真心,就要坚守原则和底线。 不管是恋爱中,还是婚姻里,不该发生的关系, 一定要避免,更不能轻易接受同居。 除了夫妻之外,若是一个男人过早地要求同居, 请你离开,这种男人时有八九是渣男。 但愿每个女人,都能遇见真爱, 一生被男人温柔以待吧。 俗话说,女人心,还抵真。 女人的心思,总是难以悟透。 即便是恋爱的时候,相对来说, 女人也是比较羞涩的,也会努力掩饰自己的心情。 两个人成为夫妻,是缘分, 但两个人都是初恋,却真的概率很低。 大部分的人,都是经过几次恋爱之后, 才找到真爱,找到适合结婚的那个人。 女人结婚之后,会一心一意围着家庭转, 期待和身边的人一生牵手到老。 可是她的心底,往往会珍藏着一些美好的感情。 女人一辈子忘不了的男人,除了自己的老公, 也许还有另外四个男人。 一个人,入了心,说什么也放不下, 即便不再提起,也不能真正放心。 一爱而不得的那个人, 相遇是缘分,但是缘分往往会捉弄人。 有的女人,遇见自己怦然心动的人, 并不是在最好的年纪, 而是人到中年,成家以后。 还有自己的初恋, 虽然在一起的时候很美好,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不能走到一起。 这样的爱情,都是一种遗憾。 俗话说,残缺也是一种美。 不够好的缘分, 往往令人遐想,叫人思念不断。 我的同学美美,今年34岁, 孩子再上小学了。 她的丈夫在外地承包工程, 有时候几个月都不回家, 照顾孩子和老人的任务, 都落在了美美肩膀上。 美美还有一份工作, 她在一家制衣厂上班, 每天工作8小时。 每天匆匆忙忙送孩子去读书, 匆匆忙忙去上班, 下午6点多回到家, 还要忙着做晚饭, 洗衣服拖地板。 因为工作忙得晕晕乎乎, 有一天, 美美骑着电瓶车下班, 忽然就摔倒了。 现在的大街上, 有人摔倒了, 真正去扶一把的人很少, 看热闹的人倒是很多。 美美摔倒后, 一大群人都围过来了, 却没有人报警。 这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 扶起美美, 还用自己的小车送美美去医院。 直到美美的婆婆赶来, 中年男人才离开。 这个男人叫张展, 自己开了一家民宿。 为了感激张展的救助, 美美特意找到张展, 还送去了几百块钱感谢费, 但是张展无论如何都不肯收。 张展说, 一个女人, 跌倒在路上, 很危险, 我也是路过而已, 顺便搭把手而已。 一来二往, 张展和美美, 就联系越来越多了。 当美美发现自己爱上了张展之后, 她顿时惊慌失措, 马上把张展的联系方式删除了。 可是, 美美又以陌生人的名义, 成为了张展的微信朋友。 美美知道, 这辈子都很难忘记张展。 二, 伤害过她的人。 同事吴小梅, 她是山东人, 一个人在湖南工作, 感觉很累。 上班的时候, 同事们说说笑笑, 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是下班后, 吴小梅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去年夏天, 吴小梅和一个叫李俊基的男人恋爱了。 李俊基是本地人, 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两个人相恋了几个月之后, 李俊基就通过吴小梅 打听到了很多 关于我们单位的事情。 吴小梅想, 对自己所爱的人应该坦诚相待, 无话不说。 有一次, 李俊基要吴小梅拿一份报表和一份合约。 吴小梅知道, 把单位的合约拿给别人看, 是违规的, 要是被单位上司知道了,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未来爱情, 吴小梅挺而走险, 把合约和报表都给了李俊基。 上个月, 和单位有业务往来的流线上, 突然就宣告终止合作关系。 上司和刘先生沟通了很久, 才知道, 刘先生已经和另外一家单位合作, 并且一些产品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点。 俗话说, 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刘先生这样做, 也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利。 上司暗中调查了一番, 发现吴小梅做了手脚, 把单位的合约泄露出去了。 因此, 吴小梅被降职了。 吴小梅问李俊基, 你拿着那份合约, 是不是给了马先生? 刘先生和我们单位终止合作之后, 就和马先生开始合作了。 李俊基说, 就是我把合约给了马先生, 因为马先生给了我一万块钱。 吴小梅爱上了李俊基, 结果却被利用了, 伤害了。 他非常伤心地辞职了, 回山东去了。 我想, 吴小梅一辈子都会记得李俊基, 因为他伤透了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